大家好 这是游戏废人 今天来介绍2月13日的一些小技巧 算是我目前玩下来 可以让游戏玩的比较顺畅一点的一些技巧 在这里就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是关于手把的设定 2月13日其实是一款用手把操作 非常好操作的游戏 而且只要设定好了以后 可以单手就能玩 那当然另外一只手也不是空着 因为这类型的游戏 不管是暗黑啊或者是PO1 其实都有出加击版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去玩过 在战斗上来说 用手把其实会有很不错的操作 但是在有一些比较细碎的 例如说当你回城镇 想要跟NPC对话 或者是你想要点选单的时候 你会发现用手把非常的麻烦 2月13日最好的一点就是 他有自动喝水以及自动攻击 再加上有自动失去 这几个把最麻烦的东西 全部交给AI处理以后 剩下我们需要处理的事情 只有移动跟放技能 而且放技能 你只需要放剩下的四个栏位 也就是QWER这四个 因为手把设定只能够透过Steam 所以你一定要用Steam平台才能够玩 而手把挑选 我是使用SBUS的手把 就是采用SBUS最基本的手把 加上他们官方的连接器 只要接上去就可以立刻使用了 所以在设定上我是把 LB跟LT这两个L键 设定成我要放的位移技能以及辅助技能 而方向键我把它设定其中一个是快速回家 就是按铃施放回家卷走 剩下的其实就几乎可以完全不用用 而右手我是用来操作滑鼠 但是平常时间其实也不太需要操作 只有需要去点NPC或者是点门的时候 点一下这样就好了 其实这样子玩起来整个变得非常顺畅 我在CB打的时候会死几次的王 在这次打都可以很顺利的把招式全部闪掉 当然这一次的OB 我觉得王也有被弱化一些 原本在CB的时候我被秒杀的王的大招 在CB里面我吃了三下都还没有死 那这是第一个手把设定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关于 既然讲到手把设定需要在Steam平台上面玩 那么就会有账号绑定的问题 目前游戏里面支持LINE的官方平台 手机以及Steam这三个平台 我强烈建议三个平台都绑定 因为这三个平台各有它的用途 手机当然就是方便携带玩 不用讲Steam是你要用手把 你一定要用Steam玩 但是官方平台是储值最便宜的管道 所以如果你要储值的话 我会建议用官方平台去储值会比较便宜 至少我目前算下来以最基本的 我之前推荐的前两个礼包 大概是1000块左右的礼包 如果你是买手机或者Steam的话 它是台币1160 但是如果你是买官方平台的话 用美金去换算下来是台币1060 大概便宜也100块 那绑定的方法不同的平台不太一样 但是都可以互绑 如果你今天使用手机登录的话 手机你可以选择用Apple帐号 Google帐号FB帐号或者是官方帐号 以及LINE帐号这五个 如果你不是用官方帐号 而是用另外四个的话 你在登录完了以后 你可以去帐号这里 就是帐号联动右边这边 如果你是用手机登录的话 它会有其他帐号的联动 你只要把它联动到官方帐号 就是FLOR这个平台就可以了 之后你就可以用官方平台帐号 也可以直接登录了 但如果我们要绑定Steam的话 那就需要用到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它在帐号这里有导出以及载入 这时候你需要用电脑打开Steam平台 先创好一个角色 然后你再打开你的手机 登录你的手机帐号的角色 然后把手机的帐号选择导出 如果你是要保留你的手机帐号 你把要保留的帐号选择导出 你把要删除的帐号选择载入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你的手机帐号 继承到Steam上面去 就可以用Steam平台玩了 这就是让三个平台都可以玩的方法 一开始算是有点复杂 但是后来搞定以后 其实现在就还蛮方便的 再来第三个就是关于药水设定的部分 因为蛮多玩家似乎不太清楚药水的设定 那药水设定你可以直接选择药水 就是选择任意药水 然后直接选择配戴 它就会打开了 或者是现在这个栏位的左下角 再有一个药水点下去就可以开启 那可以设四个 一般我是建议后面两个自动使用 可以把它取消掉 120秒喝一关 其实一下子你的蜜药就全没了 所以我会建议后面两罐蜜药手动喝 只要两个自动药水可以自动使用就好 或者是你带一个蜜药 然后另外一个可以带紧急回复药水 设定更低的生命值恢复 或者是异常状态恢复 这样子都可以 那药水设定就是这个样子 再来就是我们常常会讲包包不够 的确如果不买包包 你玩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游戏里面其实除了我们的仓库以外 它还有两个页面 在冒险日资这里 我们有玩过POE的话都知道 POE里面是有传奇存放仓库的 在2月13里面它是有内建传奇存放仓库 就是这一页遗物图件 你可以直接把你打到的遗物放进去里面 另外符文也是 你符文可以直接放进去 而且放进去的符文 你可以拿出来再次使用 如果你包包不够 你就直接全部塞进去就好 在野外打到 你也可以打开塞进去 反正你需要的时候再拿回来 而且升级过后的 塞进去还是会升级的状态 所以等于是你在这个地方 就有多一页的传奇自放页 以及一页的符文自放页 至少你每个技能 你想要保留一颗都是没有问题 而且可以随时领取 比丢在仓库还方便 那么讲到符文部分 就要再讲到 游戏里面 其实符文是有分稀有度的 我们从技能这里来看就知道 我们点技能状态 它会显示这里有白色 蓝色 黄色以及红色 红色就是最稀有 可以把它升上去 但是白色就代表 它最低稀有度是白色 可是里面有一些技能 例如说像是后面这里 火焰激流 这个最低稀有度是蓝色的 也就像是暴风雪 这种最低稀有度是金色的 这些技能就是你没办法直接买到 也没办法直接打到 那要怎么获得呢 获得方法就是去炼金制作台 在合成这里有技能符文 以及连结符文的合成 你可以使用三个白的 三个蓝的 或者是三个黄的去合成 合成的成功率其实不算高 我记得黄色的话 是2%到4%左右 就像成功了 你拿到也是随机 所以它下面其实是有保底的 就是你合成了五次 就可以自选一个 所以也不用担心 最后真的会拿不到 反正就是合上去就可以 那合成就是使用三个 任意金色的就可以去合成 这是游戏里面 目前比较高等技能的 获得方式 那不只是技能 连结符文其实也有 所以想要配出一些更强的招式 例如说像是以弓箭来说 玩过POE都知道 弓箭的毒箭雨 是很强的技能 那这款游戏里面也有毒箭雨 但是它是在 蓝色的魔法技能里面 在这里 有毒性箭雨这一招 你想要玩毒箭雨 就需要去合这个技能 那蓝色的三个 其实应该算是不难取得 因为我今天打怪 也有直接打到 把技能生成蓝色的道具 那最后一个就是 关于装备的挑选部分 因为玩过POE 所以我一开始装备挑选就是走完全防御系的 但是后来有观众提醒我说 这款游戏其实回避算蛮强 那我现在也是改用回避装 反正这款游戏真的回避蛮强 因为它的回避不像POE一样 会有必定命中的问题 POE的回避是 只要你闪过以后 会根据你的几率 帮你计算次数 也就是如果以你闪避率50%的情况下 第一次闪过 第二次你就必定会被怪打中 第三次又变成必定闪过 这样子的持续循环 但是这样子的固定伤害 我觉得跟撑防御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因为你没有机率性 但就有点失去了闪避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POE到后来要出躲避这个机制 那在这款里面 它的回避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它就真的就是完全看你的机率去闪 而且你只要撑一个回避 敌人的攻击以及咒纹都可以闪 只是因为我玩的是法师 所以点的是致命 血量就比较少 所以我的天赋点就不得不点一些去生命里面 如果你是玩利民型的话 就比较不会有血的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登录的时候 它有送一个预登录的奖牌券 那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奖牌券要去哪里换 其实就在外观这里 最后这个可以换大奖牌 那可以换的就是这个薪之诞生 只要选到薪之诞生那里 它下面就会有购买 然后就使用它送的券购买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目前整理的一些小技巧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 拜拜